股票也都有就是可转载 那对于这两档的一个看法的部分 我先讲就是生权 我个人的看法 那其实如果单纯就 因为它的部分的话是28号 这个月的28号才 闭锁期才结束 那它的这个转换价是在52块 在52块 那以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大概都还有将近就是一成以上的一个 一个价差的空间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确实没有错 它是一个就是 因为币锁期到了 它又维持在一个就是 符合就是值得转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条件当中 那当然对于整个的一个 行情的延续 当然会有一些的帮助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有利的条件 那但这个地方我觉得 必须要去留意的就是 其实从它过去的一个 往上推升的一个轨迹当中 会看得出来就是 它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是 往下的修正 每一次的修正 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它就会往上再走一波 那往上走一波 激光之下 其实因为它的前面的这个 刚刚跌下来的这个大量的高点 就会产生了一些压力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这边来讲的话 在整个11月初 11月初的这个跳空缺口 在近期 在上个礼拜 也有去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也交代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稍微整理完之后 当然有机会去看前面的这边的一个高点 再加上说在整个的一个下个礼拜 就立所提结束了 那如果它短线就要去做一个处理的话 那当然有利于说 它这边持续性的往上去走高 去看前面的这边的一个位置区 这个压力区 那毕竟这个地方有一些大量 所以其实要一次性的过关 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如果说想要去操作像这样子的一档股票来说的话 个人会比较倾向的是 它就是在股价上就是一个价差型的一个操作 一个价差型的操作 就是说当整个的一个价格 可以去观察 就是它的什么时候站上月线 什么时候在整理完毕之后站上月线的时候 去短线上转强的时候 去做多单的一个切入 那只要整个价格上涨 有涨到就是前面这个高点的附近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就是停力的一个动作 可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会比较适当一点 那这样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这样感觉上 这个的一个价差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大 可能大约就是落在大概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就整个技术面的一个操作上 而且它在筹码部分也并没有出现比较 比较突出的地方 所以其实像这种条件来说 虽然说它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换架 跟它的整个的一个闭锁即将要就是出关要结束 这当然是比较有利的啦 但是其实你如果从它的一些就是整个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整个周线的一个一个架构来说 其实它是呈现一个高档二度背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对于股价来说的话 它高档出现二度背离 当然不代表它会跌 不代表它会跌 只是说通常像这种股票来说的话 表示它的整个往上涨升的一个推升的一个力道 已经有点不太正常了 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来讲 我觉得如果是要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操作 可能就是价差 就是有小赚就跑这样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适当 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必须要考量到一个长线的一个一个多头架构 是有出现一些状况的 那当然就是就像我所讲的 就是去观察 每一次每一次它的修正完毕之后 会整理一段时间 当它在站上的一个就是 站上的一个月线之后 就短线上去吃这个转强的这一段 那当价格快要来到前高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停地的动作 就持这一段的操作 可能如果是去吃豆腐 去占便宜的话 套用在整个的一个可转载的一个操作上面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那这是在深泉的部分 那另外一档